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第三集 艰难的一周 2011年11前后 张勇推出了一套升级淘宝商城的新政策 包括邀请京东 当当 亚马逊之外的电商进驻商城 以及提高原来商家的技术 服务费和违约保证金 而后一项政策引发了一场被称为十月围城的群体事件 淘宝商城原来的技术服务费是6000元 新政策则提高到3万元和6万元 与此同时 违约保证金也从原来的1万元 上涨至5万元 10万元和15万元 这就意味着 在商城开店的商家 今后每年要多交6、4万、19、4万元 如果不交 则被清退出局 彼时 淘宝商城上有大量规模较小且资金链脆弱的商家 他们不甘心接受这样的未来 于是集结起来 组成反淘宝联盟 一边到阿里总部示威 一边恶意拍下韩都一社 七格格等成功商家的商品 然后申请无条件退货 扫乱商城的交易秩序 面对小商家的围攻 张勇领导淘宝商城保持着强硬姿态 他说 对互联网暴力 对恶意攻击其他商家的行为 我们不会容忍 也绝不会因为这个而妥协 在他看来 新政策完全是一项合理的商业政策 淘宝商城定位于做名品商城 自然要提高准入门槛 不想交钱的小商家可以去淘宝网做生意 可是 那些小商家不接受张勇的建议 他们觉得淘宝商城就是不厚道 就是要断他们的财路 因此要写拼到底 当时 有人甚至给商城的小二 商家经纪人打恐吓电话 威胁说 这两天你小心点 包括你全家 还有人跑到香港闹事 在街头为马云设立灵堂 事态的发展 甚至把一贯刚强的马云搞得没了脾气 他在新浪微博上写道 看着家人的眼泪 听见同事们疲惫委屈的声音 心碎了 真累了 真想放弃 心里无数次责问自己 我们为了什么 凭啥去承担如此的责任 事发一周后 马云终于做出让步 他提出了一套妥协方案 简单讲就是 新商家是用新规定 老商家则推迟一年执行 而且可以月缴年费 与此同时 他还向广大不是坚决对抗的小商家承诺 阿里将协助符合条件的小商家 向银行或第三方金融机构贷款 缓解大家的资金困境 除了公布方案 阿里还请求商务部介入调查和调解 终于把事件平息了下去 这一年 张勇正式提出 将把双十一由光棍节变成网购狂欢节 而阿里在那个双十一的战绩是191亿元 此后三年 这个数字连续大幅增长 2013年达到350亿元 2014年达到571亿元 2015年更达到912亿元 目前 天猫有4亿多年活跃买家 5万多商户 7万多品牌 是B2C领域的超级大国 这份业绩也成为张勇 问鼎阿里集团CEO宝座的资本 他把我推下地狱 2015年5月7日 马云以内部邮件的形式宣布 由张勇取代陆赵喜 出任阿里集团CEO 阿里由此诞生了第三位CEO 任命之前 马云曾找张勇详谈过一次 张勇表示可以接任 但没有什么兴奋之情 这种态度与他对CEO这份工作的认识有关 马云曾告诉他 做CEO是一个苦活 需要做好下地狱的打算 张勇说 他 马云把我推下地狱 目前 这个马云眼中的地狱 在外界看来非常辉煌 甚至如是中天 用张勇的话讲 阿里是一个经济体 然而 这个经济体正在遭受巨大的发展挑战 就拿双十一为例 人们都在问 随着平台交易额突破900亿元 这个数字未来还有多大上涨空间 还能上涨几年 双十一是2010年开始发力的 与智能手机的普及几乎同步 从这个意义上讲 天猫与小米的崛起类似 都是做到了风口上 然而移动终端的增长不是无限的 目前智能手机已经普及的差不多了 用户总数已达七八亿左右 没有大幅增长的空间了 况且对于阿里而言 新增移动终端用户并非其主流客群 在这种局面下 如何推动集团继续高速成长 变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 向国外进军是当下最紧要的任务 也是最有可能快速见效的方案 该方案具体包括 一将国外产品引进国内 目标客群是追求品质生活的中产用户 最明显的动作是于2014年2月上线了天猫国际